马学姐 这不行 马学姐 你冷静一点 我也压制不住了 谁跑 马学姐 你中计了 你不答应帮我的吗 当然 这是比起学姐的 我有更好的方法 子昂 你撑得住吗 你差点吗 你差点了 我嫌光 你差点了 我嫌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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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姐 守住精神 运转魂力 小雨昊 你魂力耗尽昏迷的时候 这小姑娘情急之下 给你卫下了万年金交 现在你运转魂力 吸收药效 很棒啊 小雨昊 灵火断体加上万年金交 你在魂环的承受能力上 又提高了 现在 每个魂环所能发挥出的威力 是两千两百年 太好了 我的魂力也提升了大半级 离二十七级不远了 太好了 我凤凰火焰中的邪火 真的被镇压了 不但一丝邪火 你们终于好了吗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龙东 马学姐作业救我们 导致邪火发作了 我是帮她压制邪火 我都看到了 你都看到了 走 周老师找我们有事 明天将会有一场别开生面的比赛 派神阁玄老亲自前来主持 你们发挥出百分之一百的实力 好好表现 这是一场只有外院核心弟子可以参加的比赛 外院核心弟子共二十七人 从中减拔出最优秀的七个人参加一项机密任务 汇聚所有外院核心弟子 我们一般是二年级最强 所以我要求你们当中必须要有人进入前七 是 毕竟这个七可是史莱克七怪的七 周老师说一定要进前七 但是我们才二年级 高年级的学长魂力等级高我们太多了 高年级的学长又不一定是对手 也可以是同伴 你是说 拉拢高水平的学长一起组队 最强的几个学长 肯定会在一开始就遭到围攻 跟他们结盟 我们的胜算会高很多 前提是 我们自己足够强 尤昊 你来帮我融合这个魂骨 嗯 请所有外院核心弟子 随班主任前王至定地点集合 请所有外院核心弟子 随班主任前王至定地点集合 啊 高明级的学长也来了 啊 啊 快运老师 随时求 哦 这次选拔赛魂岛院也参加呀 魂岛院 那个大哥子就是魂岛院核心弟子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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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魂岛院和魂岛院的院长都到了 小龙 小龙 嗯 是新生考核时 坐在看台上的那个怪老头 你们这些小家伙都听好了 你们接下来要接受的核心弟子考核内容 很简单 很简单 叫做一体大乱斗 就在这场地内你们随意攻击 愿意怎么打就怎么打没有任何规则 认输或者是被救出去的就算是被淘汰掉 最后剩下七个人就是胜利者 一级米国 启动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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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也是随机的 同时 这座迷宫 还会从外部向中央收缩 一个时辰后 只有中央区域还会满流 来不及逃离收缩的人 计算脱离场外 也会被防弹 大奋斗选拔赛 现在开始 唯一人不是他们二人的对手 断不能被仇恨左右了判断 二集混到他先起 起动 迟早要堂堂正正地击败大王平 但不是现在 这小子用了那个混刀器 跑这么快 胆小鬼 我还是先寻王冬 备时手奔会合 철 火 鱼 鲎尾尸武魂 不光是受武魂中强悍的雄尸 更有毒蝎的尾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不是小师弟的小伙伴吗 我得救下他 二级红脑炮 老颜 看到了吗 七环魂圣里下 同等节的魂师和魂倒师相比 魂倒师是必然摘留的 魂倒器毕竟是外物 他们年龄尚小 过于依赖魂倒器的帮助 对以后的修炼并无益处 是 啊 曹锦萱 周思辰 你们还好吗 同学 你是霍玉昊的好朋友吗 霍玉昊是我魂倒院的小师弟 玉昊是我们班长 也是新生考核时的队长 我看到他们都在追击你 就赶紧出手啊 他们跟我是一个伴儿 我以为他们要对你不利 唐靖之人 周思辰 被和泰偷淘汰 才与二十五人 来 不好意思啊 我给你赔礼道歉 好可爱的帮帮塔 咱们一起去和小师弟会合 这个迷宫太大了 我的精神探测范围还是有限 必须尽快找到黄多 萧萧 魏师兄他们 王主天 被一群三十淘汰 还与二十四人 我们四个联手 可力先把两位高年级学长淘汰 否则单打独揍 我们都没机会赢他们 成 como练 呃 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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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贝 已经联手拯绝他们两个 凉风 韩萨被江南南淘汰 残余二十三人 可恶 这难安宁妙狐抢先了一步 纉桓 暇 赢 以情之怒 以情荣道 蛇临飞被妹妹淘汰 还余二十二人 第二武器 叶神之光 多重修网 你的武器 忍面魔珠 忍面魔珠 我记得双神异品唐三与忍面魔珠颇有些纠葛 万龙变迁 斗过大路径出现了拥有忍面魔珠五魂的婚事 只是一只小花蝴蝶遇到猪猪吗 周老师 你们班的王冬恐怕不保 有虎 エリホ 背后 踏破 敌位 敌位 为了 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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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天会随射 快避开他的魂箭 贝贝 什么 居然穿透了我的魂箭 这奇怪的弓箭 动不了了 被这种射线射中后 我全身马逼 进入僵直状态 只是五秒才能解除 二一央短 走不开了 远民阵 可算找到你了 南南 这几二个总是这样 不要啊 南南 贝贝 迷宫又往里收缩了 先分头前往迷宫中央 快要一个时辰了 这座迷宫也在往里收缩 李鸿然 北戴华兵淘汰 还与21人 目前迷宫范微缩小 应该可以探索到贝师兄和王东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看到人面魔珠 就感觉浑身不舒服 你像我 你再见了逃了 猪王祝负 猪王祝负 距离够紧了 猪王祝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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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洛被王冬淘汰 残余二十人 要请快找到宇航和香香他们 王冬 迷宫又输缩了 沐生生被戴华兵淘汰 残余十九人 戴华兵又淘汰灵灵魂师 十九人中有七人 会在中央区域觉处 这才是真正的考验 这里应该就是迷宫中央的 被包围了 外院最强攻击武魂 四十二级强攻系被削成 初次见面 我是同样拥有 顶级强攻系武魂的 三十七级战魂师 白虎公爵敌子 戴华兵 白虎公爵 贝贝是四环魂尊 本次参赛共有四名四环 都有极大威胁 趁他落单 先解决掉他 我来打头战 降落 等一等 还有我 你做什么热闹 外院最强攻击和最强防御 我们俩是老的那头了 三十学长愿意跟我们联手 我跟他打过很多回了 这次我想看看 如果最强攻击加上最强防御 是什么效果 这个组合当然很强 但是你们别忘了 你们只有两个人 而我们是十二人 算我一个 三对十二 南南 你终于接受我了 我是和贝贝合作 你是我要淘汰的对象 上 最强攻击 最强防御 你们把魂岛院放在哪里 有没有问过我的意见 魂岛院与五魂院井水不犯河水 可菜头学长 你是选择更有机会获胜的这方 还是跟他们三个一起接受失败 我选择看得顺眼的一方 你觉得我怎么样 一般般 你觉得外院第一美女 江南南扬眼吗 橘子石 我看魂岛院的祸世帝最顺眼 带华斌 你是不是老跟他过不去 那又如何 那我看你很不顺眼 永远哥 哥大哥 你的选择很正确 哥师兄 你好 七队十二可以打 可以打吗 你太不自量力了 准备动手 走 这里已经是迷宫正重要 一火石墙移动 我们跟对面十二人还是难免有一战 鱼昊 黄东 萧萧 你们三个修为最低 没必要跟我们一起冒险 一会儿我跟三水冲杀出去 你们借机突围 贝师兄 下路相逢有者伤 我有一战 或许能扭转千亏 好气就要来了 好气就要来了 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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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时候还敢增丁 少死 你把敌众应该避免与对方正面活平集中力量打击对方的薄弱点而忌讳在分兵出击贝贝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而且霍雨昊王东萧萧还未战不出 这战术实在令人失望 新生考核的时候 你怎么不提雨昊他们令人失望的战术了 霍雨昊的精神力很强 新生考核时的指挥调度就很有天赋 这一战的关键或许就在他身上 我有一计 戴华兵跟我有私怨 所以待会儿你们故意向我们三人暴露出来 一定会吸引戴华兵的攻击 萧萧的三身阵魂顶防御极强 能保我和王东一事无恙 一旦戴华兵被牵制 队友就少了指挥 我的精神探测能辐射直径九十米范围 足够将迷宫中央的情形实时共强给大家 虽然我们每个战场都宜少敌多 但视野共享 反而能合理调入战力 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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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世上 为主席 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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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挥 我们引诱和拖住我们的 我们应该集中力量 先把被围的四关拳手和各个击破 那么这三人就只能坐以待毙 就这样让他们离开吗 我有办法了 这小子上次看走眼了 这些老夫倒要好好瞧瞧 队师兄 下一个出口 会出现在三点度光项 三十学长 难难学见 何师兄 不要恋战 我给你们指引迷宫的路线 明白 早就识破了你们的战术 真以为靠那个二环的小子能破局 绕了你大圈又回到原地了 等等 等等 帮我围他 束手揪擒吧 看你往哪里逃 全方位压倒心的优势 你选错了阵营 现在是穷途末路了 动手 你们怎么进去 穷途末路为续 你们 我们的帐位 我们的帐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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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如此 霍宇昊王东的五魂融合剂攻击力虽强 却是直线 需要贝贝他们吸引对方 将敌人聚拢成一线 虽然冒险却是一级必胜的战术 前有硬抗六魂魂帝的第六魂技 后有一招击穿十二名万元核心地磁 看来这两人的五魂应该是百分百计合 所以这五魂融合剂才会这么强悍 大乱斗前七名诞生 霍宇昊 霍宇昊 黄灯 杨湘 杨湘 何太早 贝贝 江南南 十三十 七人正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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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为大陆第一学院 不错 因此 每届代表学院参加五年一次的 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的学员 都被命名为 史莱克奇怪 不是精英大赛吗 怎么变成斗魂大赛了 想必是因为魂倒气的出现 这一届的史莱克奇怪 也都是精彩绝艳之辈 把小桃 丹耀恒 陈子枫 林洛臣 西兴 姚浩轩 通阳墨 每一个都是内院响当当的人物 我听说 其中还有人在上一届的斗魂大赛上 就作为替补队员上场取得过出色战绩 什么时候 我也能成为史莱克奇怪的一员吗 现在就是 因为这场选拔赛 就是被林选史莱克奇怪预备队而举行的 预备队 难道说 对 就是替补队员 如果以后也不像他们一样代表史莱克学院出战 无疑是我们在学院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耀 谁也没想到 这场选拔赛竟然会决定这样的大事 距离本届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玄老说 要带着我们与本次参赛的器官一起修炼呢 不知道玄老留下班长和王冬要干什么呢 你们的表现令我非常惊艳 不过黄金之路虽然强大 可若对手及时闪避 这消耗巨大的五魂融合剂就是无用够 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确定他发出的时机的 其实也没什么 我让您感受一下 您就知道了 天生的魂师统帅 这个魂机是十年魂魂赋予的 不可能 玄老 这个魂机至少也得万年魂魂才能复养 可第一魂魂怎么肯定有万年年限 不 我感受到了杀意 玄浩 天老 莫非这小子是魂兽化弦 你的灵魔第一魂机 怎么会同时具备辅助和攻击两种效果的 只有十万年魂魂能复养两个魂机 难道这小子是十万年魂首化星 玄老 玄老 我是唐门弟子 唐门的紫迹魔头和我的灵魔相结合 就产生出了类似于灵魂冲击的技能 魂机变异 玄老 你的十年魂魂过于奇异 我刚才试探了一下它的极限 其强度远超十年甚至千年魂魂 但魂魂颜色没办法造假 确实是货真价实的十年魂魂 让你一个人也不可能想到 百万年魂魂跟十年魂魂的颜色 可极其相似的 不过这个人也真强啊 他的实力或许不在魂兽时期的我之心 好了 你们也回去吧 这一次 你们是作为史莱克学院的预备队 出战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 五年后 我希望你们能够成长为正选队员 是 门长 和师兄和师兄和师兄 小香 你们还没走吗 当然要等你们出来 刚刚的大乱都选拔赛 你们俩可是我们胜伏的最大功臣 不不 没有你们将对方聚拢成一线 我和王东的五魂融合计 根本起不到骑兵的效果 没错 五魂融合计要是一击不中 最先淘汰的就会是我们 行了 你们就不要互相追跑 小雨昂 我们在这儿等你们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确认一下你们的出生日期 出生日期 要知道 我们现在可是史莱克七怪预备队 有机会竞争下一代七怪 当然要跟初代大前辈们那样 决定一下顺位排名呀 好 我的出生日期是 五月二十七号 我是四月二十三号 萧萧 四月十号 我是十二月二十三号 十一月二十六 九月二十四 菜头 十月二十八 贝贝位居大师兄的位置 我没意见 怎么我连二师兄的位置 也被人夺去了 还好楠楠排第四 咱俩一个三 一个四 正好是一生也好 想不到我居然排第五 班长王东 你们都比我小呀 尤其是你 王东 竟然是我们当中最小的 小师弟 刚刚我跟贝学长聊起塘门暗器 发现暗器在很多地方 与浑倒器有异曲同工之秒 我觉得二者完全可以结合起来 打造出功能更全面的浑倒暗器 为了深入研究两者结合的可能性 我已经决定加入塘门了 加入塘门 为塘门新增成员 干杯 干杯 这次大班斗选拔赛 我们堂门弟子全部入选 为师我颇为行为 看为师给你们浪一声 难难 许许 叫三师兄 你又不是塘门弟子 叫什么师兄 还有 这次是塘门内部聚餐 你们怎么也来了 我毕竟吃了那么多烤鱼 也可以算一个VIP贵宾了吧 旁听一下 怎么样 要不要考虑也加入我们塘门 只要南蛮愿意加入塘门 我二话不说 立马来头 说起来 接下来几天 我们在日常的学业之外 就要接受玄老的教学了 看 玄老教学有什么特点吗 特点吗 有的 那就是简单粗暴 我的魂力突破二十九级了 我的魂力也接近二十七级了 很好 半个月的对战训练 你们的提升都不小 多气 我知道 还有十天 新一届的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 斗魂大赛 就要开始 那里 就是那院了 你们作为预备队员 也是时候与正选队员相互熟悉一下的 玄奴 您的意思是 你要带我们见正选队员 他们来了 玄奴 不招摇 就不是史莱克奇怪了 你们都是本次代表史莱克学院 出展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大赛的队员 相互介绍一下吧 姚浩轩 五十五级控制辅助系战魂王 林洛辰 五十五级控制系战魂王 陈子风 五十七级强攻系系魂王 公阳墨五十九级辅助系战魂王 西西 五十六级敏攻系战魂王 戴耀恒 六十四级强攻系战魂帝 戴耀恒 他是那个人的 他是白虎公爵与公爵夫人的敌长子 戴华兵的亲哥哥 马小桃 六十七级强攻系战魂兵 六十七级 六十七级 不愧是内院弟子 五名魂王 两名魂帝 要知道 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大赛的参赛选手 是有年龄限制的 这说明 这七名内院的学长年龄 全都在二十分以内 你们都已经简单地认识了对方 为了让你们加深印象 今天你们的训练 就是来一场友谊赛 友谊赛 我们要跟正选队员对战吗 那我们岂不是死定了 不 是混合对战 马小桃 戴耀恒 你们各带一队 马小桃 你修为较高 所以你这边 带两名正选队员 和四名预备队员 但由你 优先选择正选和预备队员一次 戴耀恒 你带三名正选队员 三名预备队员 第一名正选队员 我选龚羊梦 小桃妹妹 你真有眼光 第一名预备队员 我选霍宇浩 小桃姐怎么选了 修为最低的两环大魂石 你还在等什么 快过来 他就是故意的 羽浩魂力不强 待会儿比赛的时候 自然要马小桃多多照顾 该你了 陈子枫 徐三雪 兮兮 贝贝 林洛晨 姚号决 我要跟楠楠一队 我要跟楠楠一队 和蔡头 姚楠楠楠 好爱 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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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果然来了 不会吧 我不会被马小桃挑剩下吧 王冬 很好 我给你们十分钟的时间安排战术 十分钟之后切磋开始 虽然叫友谊赛 但比赛宗旨就是 比赛第一 友谊敌二 小桃妹妹 你怎么没要个控制系的过来 咱们平时一起演练 你也很清楚 林洛晨和姚号轩 这双控制在一起威力多么强 我怎么做需要你教 你尽全力辅助我们就是 我负责戴药衡 不过 我也无法短时间内解决掉它 只能尽可能地帮你们 西西 陈子枫就交给你 那林洛晨呢 冰克虎 林洛晨对你的威胁很大 林洛晨有姚号轩的保护 姚号轩的能力克制你 也会吃亏的西西 贝贝 你和西西一起杀 用最快速度解决陈子枫 蔡头 你给我全方位红击他们 林洛晨我自有办法解决它 好 小雨昊 玄老让我只带两名正选队员 我们这一场能否获胜 关键可在你身上 我们队的控制就是你 能做到吗 我一定尽力而为 大药衡那边 看来也商量好战术了 我回来带队 大药衡不是不服气吗 我今天就做到他服气为止 小桃姐 我有个疑问 我听说史莱克七怪正选里 有一位魂导戏学员啊 可你们中没有 本来是有的 当我回来以后 他就被淘汰了 我们这个团队缺不了别人 唯独魂导师可以补配呗 看来在内院之中 魂导戏可以说毫无地位 马队长 之前的魂导师被淘汰 也只能证明他的实力 还不足以成为史莱克七怪的正选队员 我一定会向大家证明 这一代的史莱克七怪中 魂导师绝不是可有可无 何师兄 我只相信实力 没想到这么快就和内院七怪同场作战 有意思 开始 有意思 开始 开武魂 风阳墨的武魂是卡红龙 虽然是兽武魂 却是辅助系 跟七宝琉里卡红 具有七种不同的辅助效果 好漂亮的武魂 好漂亮的武魂 哼 我倒是要比一平 好美的事吧 史莱克学院 什么时候有过只有两个十年昏寒的学生啊 而且还是史莱克七怪预备队的一员 看小桃妹妹的样子 还挺重视她的名 哦 不然 我干嘛选预备队员时 第一个就选霍雨炮了 跟我上 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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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色之曆 长得色精魂 嗯 与 你 凌晨队员的差距 凌落尘的五魂是罕见的冰元族 他的能力就是冰控 冰之法上 一号 释放冰属星期期 压制凌落尘 压制凌落尘 我一个大黄尸 能压制的两位红王吗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小火姐这是在给我出了牛蹄啊 怎么办 你再到 这 火头的冰元族五魂 在我的极致之命运前 不过是一层脆弱的薄冰吧 我怎么动不了了 这究竟是什么回事 是谁为你回事 暂停 十三斩 玄老 你怎么暂停了 刚才的魂兽是你搞的鬼 小三姐 你不是让我压制凌血井吗 我就用我的方式压制它了 我只是让你释放极致之兵 没让你搞出这么压动静了 不 这这边 好了 霍雨昊在属性上 绝对压制了凌落尘 凌落尘 你退出这次的比赛 其他人继续 我们现在少了一名正选队员 陈子风 你先牵制住对面的强者 其余人 务必快速拿下 对面实力弱小的预备队员 最后 我们再合力解决对面的正选队员 他这究竟是什么舞会 杨昊轩的舞会是震天员 吸音波坚具辅助和控制两种效果 我来帮小桃妹妹辅助全场 赤色之力 橙色之魂 独独快的超过小巷 不仅是陈子风 哪怕对大幼恒来说 都要时刻基带 藏在阴影中的刺客虹王兮兮 不愧是正选队员 我的精神探测都难以捕捉到兮兮兮兮的位置 你不赔吗 便于武门玄灭规 这规的防御力很强吗 很强 是 雷霆之怒 属性虚弱 好一个辅助控制小后轩啊 第一次进步 追 我的雷电属性被削弱 攻击防御都会下降 这初代史莱克七怪中的小五一都会 攻击默学长的辅助增幅降低了一半 这俩辅助系正确队员 没一个等线之位 西部白虎 果然 紫锋 请你以我二人之力 务必先解决这场的马响头 正有此意 第二魂剑 我怎么感觉他这剑 释放最后是尸身越海味呢 好 陈紫锋队员尘尘尘追魂剑 一阵破坏力 积极霸道的强谷西区移魂 不好 小桃姐被两八正选围攻了 我买小桃学姐的战术来 贝贝 你和西西一起伤 用最快速度解决陈紫锋 高桃学姐嘚 liquid 别神之光 铁三十 我们先拿下货子烫开的 铁三十 我要刀你 铁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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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三十十 铁三十 铁三十十 铁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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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 铁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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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三十十 铁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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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三十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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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三十十十 铁三十十十 铁三十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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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三十十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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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三十十十十 铁三十十十十十 铁三十十十十 铁三十十十十 铁三十十十十十 铁三十十十十十十 铁三十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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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魂力投掷了 玉昊 萧萧 你俩是双生无魂 难怪在二年级 就能加入史莱克七怪预备队 欢迎加入史莱克七怪预备队 谢谢 我知道你们与我弟弟有矛盾 但他是他 我是我 你们不用在意 以后大家就是战友了 戴耀恒 他笑得那么自然 是真的有个不计较吗 他是公爵夫人的儿子 无论他立场中 都不可能成为我的朋友 不会的 喜怒不惜女色 无疑要比一切都挖在脸上的敌人更恐怕 无论戴耀恒对我有无敌意 我倒不能丢了防备之心 雲若晨 你的魂力没有提升 冰的纯度怎么提升了这么多 宇昊的辅助 将我的冰元素 短时间提纯到了极致之冰境界 是 果然 都感觉到了吧 实战 是检验一切的最佳方式 是 两场友谊赛 相信你们对预备队的实力有所了解了吧 霍宇昊 黄东和萧萧的个人实力虽然有所不足 但他们却都有着成才的潜能 所以我给他们这次机会 霍宇昊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预备队的主控魂师 贝贝 你为预备队队长 是 好了 你们都回去吧 收拾好东西 明天一早前往星罗城 星罗城 学老 明天一世 明天一世 没错 参加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 大哥怎么样 有没有机会下手 你最好打消这个年头 霍宇昊的天赋比你说的还要更好 而且玄老很喜欢她 什么 韩勇 这次的事母亲很生气 幸好父亲并不在家 否则这次你就要有大麻烦了 母亲让我转告你 不要有下一次 你知不知道母亲为了压下这件事情 承受了多大的压力 难道就这么算了 我们的人白死了 你几年多大了 你不明白家族立和客人寺院孰情孰众吗 这里是史莱克 我难道不清楚 史莱克这三个子意味着什么 想在这里继续待下去 就给我夹几尾巴托人 好 至于那个霍宇昊 我们非但不能对付她 反而要拉拢她 她有着双生武魂和极致武魂 两大得天独厚的能力 若能把她拉拢到我们家族中 对家族大有毕业 好了 你回去吧 这次大赛之后 我就会从内园毕业 你好好努力 还有成为奇怪的机会 太遥恒了 你不就比我早生几年吗 总有一天 我让你再也无法在我面前要不要回 等我像你这样年纪的时候 一定超越你现在的成就 玄老为什么要让我们 到那么远的地方来集合 快跑吧 要迟到吧 从成为预备队员开始 你们就已经一只脚 踏进了内院 加入内院 就要承担起属于内院的责任 你们想清楚了吗 是什么样的责任 魂师的能力超出普通人太多 一旦作恶 就会对普通人造成巨大的伤害 因此 必须于监察 这就是我们内院的责任 史莱克监察团的责任 这么违法 违法 那你知道学院每年都有学员进入内院 可内院弟子 却至今不到一百人吗 除了少部分 因毕业离开 余下的 全部都因这份责任 而战死 这石碑上的人名就是 这块石碑上刻着的 都是他们的名字 他们都是学院的英雄 抖落大陆的英雄 凡是我们史莱克监察团去处理的事情 无不及守 许多有资格进入内院的弟子 在了解内院所要担负的责任后 都选择了放弃 作为监察团的一员 我要告诉你们 在完成监察团任务的同时 我也拯救了无数被欺凌的弱孝 成为史莱克监察城 是我一生最大的荣耀 现在 到你们了 给我你们的答案 我们加入 我们加入 好 在参加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斗魂大赛前 我们史莱克监察团有一个任务要完成 监察团任务 难道是 邪魂师 邪魂师 请不吝点赞